今天的嘴巴大賽現在即將開始 由劍仁鋼音 對上挑戰者品質 由著五歲舞蹈底子的品質 曾參與許多舞打畫面 隱藏在他亮麗外表以及華麗拳腿動作下 是他苦練多年扎實的舞打底子 以及協調性 今天站上格鬥類來的品質 是否能打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帶給觀眾一場精彩的比賽 蓋翼你還好嗎 會不會痛痛 唉 放馬過來吧 品質 無論是你的拳擊還是T級 我都 吃得下去 自2019年與館長對戰後的蓋翼 持續鍛鍊著他的T拳技術 曾與職業綜合格鬥選手通場較量 也曾與空手道大師切磋武術技巧 並在2020年拿下個人八角鐵龍賽的收場勝利 今天對上品質一戰 改於是否能扛住妹子的強烈攻勢 讓我們拭目以待 大家好 我是劍寶 欸 是這樣子嗎 那你的妹咧 我先不提這個 今天的比賽是美女戰野獸刺客打坦克的比賽 正式開始了 今天是全力進攻對上全力防守的矛盾大戰 一回合是兩分鐘 總共三個回合 可以使用拳擊 T級西撞等任何招式 但是不可以使用爆抓摔 一般來說呢 女生打男生應該是不痛不癢吧 不過今天的挑戰者是品質 由後宮之主寶哥哥來幫我們分析一下品質的戰力 欸 我跟你講拍子 蓋伊亞邀請你來打這個時候 我特別花錢 花了好多錢 讓他去訓練那個全集的那個課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今天應該讓有看頭 喔 有戲 有戲 肯定有戲的 哇 我那麼多錢沒戲 我也是覺得齁 乾 浪費 品質品質 等一下就要面對野獸概念 面對他的攻勢你會不會懼怕 不會 我渴身練好幾天了呢 聽說品質女平常都是練習這個套好招的武術 那今天要打這個真正上類牌的格鬥 你會不會覺得緊張 緊張還是會啊 但是我一定會全力以赴的 好 那面對蓋伊的一身肌肉鎧 你有沒有什麼策略 教練 經過這幾天的特訓 雖然我們時間不夠 但是我們已經有就是 掌握一些策略了 最主要就是以致取勝 我們會就是 多善用刺拳還有腳步移動 大部分就是這樣 野獸角落的概念 等一下要跟品質對決 你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剛剛看著品質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 我好像今天要達成我人生一個 很大的成就 解鎖一個成就 打女生 大女生嗎 哇 出生到現在還沒打過女生的話 解鎖一個大成就 不行啊 講這樣會被退訂閱 講真的我看品質這樣 因為她學過武術舞蹈 她協調性肯定是很好 而且偷偷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其實品質 她不是女人 她不是女人 她是 女神 而且還是 女武神 今天如果我掉以輕心的話 可能倒在地上的就會是我 野獸要被女武神淋虐了 第一個回合我可能轉速不會那麼快 我可能就是 防守拿好 先觀察一下她的進攻策略 看她擅長用哪些招數 等到我摸透了之後 第二個回合 我就拉高轉速 那你要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呢 當然就是 先從她的腳 再打到她的肚子 再往 欸這樣講會掉粉啊 不能這樣講 反正總之呢 我的節奏就是 慢中快啊 就是第一回合先把防守做好 第二回合轉速拉高一點 讓她有一點 被我進攻的那種壓迫感 強烈一點 然後第三回合就是 直接轉速拉到最高啊 讓她感受一下 站上擂台的感覺 那該我們等一下就期待你的表現 我也蠻期待品質 今天會給我什麼驚喜 比賽開始啊 緊張啦 你自己說緊張啦 因為我才練了那麼久 真的開打了 雖然品質練了很多天 但是她沒有 真的 實際要把對手擊倒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從來沒有這樣子 真的要打過人 那像蓋伊的話 她會做一些簡單的滾打 就是要讓品質保持距離 保持距離 有聲音耶 對啊 而且我看蓋伊的眼神 真的是非常認真耶 沒有因為品質是女生 對喔 真的是把她當女武神在看 真的是把她當女武神在看 現在的話是有帶護士 以及護當的 就是很認真的對待 以免不小心 以免不小心 因為女武神 打掉了牙齒 或者失去了男性的雄風 很認真 有品質頻繁出腿喔 果然 又高 品質她就是腿比較有力 是真的 舞蹈系的 我們在場面教練也一直給過 我們在場面教練也一直給品質下指示 來 記得腳步 腳步 腳步 慢慢下來 慢慢節奏 慢慢節奏 走走走走走 快不會品質已經累了 有可能 我覺得這種 有氧還是無氧運動 它是無氧運動 是很消耗的 剛剛碰到蓋液的下板子 對 因為我們一回合是兩分鐘 那有的觀眾可能會覺得兩分鐘才120秒很短 但是像我們在跑白米充斥 十幾秒我們就很喘了 對 所以 像剛剛 品質前面的腳步就很快 現在 就是有點慢下來 是真的呢 對 還有30秒第一回合結束 蓋液防守真的漂亮 幾乎每一拳都有防到 蓋液超級認真 該走2019年跟館長 對決之後呢 他還持續的在練習術 所以他的腳步 真的很認真的在上 真的很認真的在上 到處到處 第一回合快結束了 真的喘喔 這兩分鐘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真的很喘喔 打的我覺得很不錯 怎麼說可以 他的進攻企圖心很強 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其實很喘 剛剛那個回合 非常積極的進攻 他們現在在討論戰勝 這個回合呢 最輕鬆的打的打的 四拳 四拳的話很大 就是打我肚子 打我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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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可以嗎 好 歡迎剛剛我們第一回合的 那個比賽 開始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前面的時候啊 哇 品質的進攻很積極 真的很積極 然後套招很帥 啪啪啪連續機 但是大概進攻到30秒之後 品質的動作就慢下 對的確 這種無氧運動 消耗體力真的消耗得非常的大 對不過後來教練在給他鼓舞 品質後面還是努力的把節奏給拉快 所以覺得其實還蠻感動的 就是 蓋伊的那種神情也非常的認真 然後他很用心的去抓好這個距離 這是一場真大 沒有因為女生蓋伊就放水了 我覺得這是非常符合運動家精神 對 所以第二回合剛剛教練又給了品質一些指點 不知道會不會第二回合會在賽果上面產生變化 我們看下去 第二場開始了 這一回 蓋伊會不會積極進攻一點 對 其實好像在等什麼時機 對 沒有像一開始一樣這麼衝 那一開始一樣這麼衝 一開始一樣這麼衝 一開始一樣這麼衝 對對對 可能保留體力 對 還有發覺說兩 兩分鐘不好撐過 不好撐 對 所以要 等到對方有空隙的時候 再把練的那套組合拳拿出來 沒錯 其實剛剛在熱身的時候看到品質的組合計 如果連續起來的話 那連續進攻應該是很可怕的 連續得分 看有沒有打 看有沒有機會打中蓋伊的下巴 對 看看有沒有個旋踢之類的可以踢到蓋伊的頭 那就厲害 真的 可以 連續刺拳 連續刺拳 蓋伊的格檔讓 比子知道說 比子知道說萬一他是有認真在進攻的話 那也許他的臉就會被打到 真的是不愧是坦克 防守真的做得非常全面 喔 二次克 全面 喔 二次克攻進去了 來 拍一張 你就直接直聽 廖練一直讓品質的腳步動起來 廖練只是讓他的節奏放慢 可能是看得出來品質比較美麗了 30秒 30秒 到底竟然策略怎麼樣 下面下面下面 你記得我抓到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 往後打 華哥看會不會覺得很緊張 我現在很緊張 會不會覺得很緊張 我現在很緊張 快說不出話來了 看著自己的後空被打 蠻緊張的 平常都是由品質來擔任你的護衛 打到臉 5 4 3 2 1 哇 第二波 看起來掌握得比較好 這個 下邊腿好多隻喔 過來的時候 我會找 又想要打 又想要被踢到的感情 OK 過來囉 這個通常不是要自己手拿嗎 我有手嗎 嗯 好吧 可以吧 還有拿也需要加強嗎 好 謝謝 可以 謝謝 謝謝 看一看 最後一局了 這個 你等一下是不是要 野獸派來欺負你身下 就像我說的嘛 第一回合 防守看一下品質的策略 第二回合發現 就知道 他下邊腿很多嘛 就會想去撈 去抓 但是 會不會他就是 布下陷阱 讓我以為是下邊 突然給我一個變線旋踢 但踢到我的頭 當我要去撈的時候 頭的空檔很怕 喔 喔 好可怕喔 會不會是這樣這樣 因為我們在場上就是要 設想各種對手的可能 因為 我知道他高邊很強 但是今天沒看他拿出來用過 等一下會不會出現 我們期待一下 頭部防守做好 剛剛第二回合啊 品質有打到蓋衣的身體 以及頭部 好幾次正面重擊啊 品質一點都不怕耶 他就一直可以往裡面攻 我跟你講 這個喔 品質畢竟去做這種女舞行的 而且他心理建設也建設非常多 因為這種舞行啊 其實是非常高風險的職業 全台灣願意做舞行的女生 不足三位 這麼少 真的很少 因為這個時不時你就突然骨折了 風險很少 突然就斷掉了 對於這種漂亮女生 長相非常在意的 但品質願意去做這個 我自己其實 也有點感動 我們看到品質這麼漂亮的女生 在這場比賽 這麼認真的發揮 那也希望他可以在第三場 再發揮得更好 我們看下去 第三回了 OK 第三回開始了 剛剛寶貝哥有去給品質 直接建議喔 對 我不知道他這一局會 很兇喔 清完 漂亮的迴旋腿 他這個 有點拚耶 有點拚喔 對對對 不只數量質量都往上升 震盾 邀enne 第三回合比簽 第三回合比簽 簽兩句 這是什麼障眼法嗎 看來要打到蓋伊可能需要帶一點假動作 蓋伊的眼神也是非常認真 看待這場比賽 剛剛說他第三回合要拿出渾身解數 但是看起來好像也有被品質嚇到 稍微慢下來了 慢下來了 來來來來 剛剛也有說這一集 剛剛也有提到這一個回合 蓋伊會有一些些更多的反擊 讓品質感受一下擂台的那種魅力 但是都是會點到為止 要是會點到為止 對 點到為止 真的是有 最後運動加進 蓋伊的 模仿模仿 兩個人的腿技都出來了 教練提點說品質的防守要做起來 對 這一個很漂亮 這一個 剛那個有針打喔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感覺那個力道真的被踢到會蠻重的 真的 看來寶哥是有被踢 沒有 哈哈哈哈 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10 10秒了 衝衝衝 多分多分 多分多分 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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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圈 3 2 1 OK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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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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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防腿 要防手 要抓腿 要回踢 就是 我後來第三回合變得很忙 因為 诶 這品質 出逃很多 他不是只有打簡單的1 2 1 2拳擊 他還會用假動作拍一下 在這邊 他想說 欸 我要跟著一起跳嗎 呜 哇 出逃很多耶 不錯不錯不錯 打得漂亮 有機一點的地方 剛剛跟蓋玉打完這次這個擂台的初體驗 你有什麼心得嗎 真的很喘耶 喘到不行 對於興奮有很大的考驗 對 我覺得你第三回合表現得特別好 也特別的積極進攻 沒錯啊 我已經使出我全力了 我剩下的力氣全部都死在我的腿 喔 腿上 我發現他到後半段其實蠻多破綻 就是我後面出拳 直接都碰到他 蓋玉有破綻 他可能慌了 品質你在做什麼 這品質出逃很多耶 哇 第三回合 精彩 真的好精彩 我還看到蓋玉的反擊 然後他被品質完全的擋住 所以品質完全有抓到格鬥的 對啊 我開始有感覺到 蓋玉前面真的是不慌不忙 但第三回合真的有點不一樣 蓋玉有那個神情有被嚇到 轉速拉不起來 看完第三回合我都想看第四回合 但是艾瑜那個體力齁 對對對 但真的是蠻期待之後還有機會再站這樣子 而且這個運動其實還是有風險在的 尤其是當女舞行這件事情 對 這個我也順便提外話講一下 不管男生女生做舞行啊 他們保險都是不給受理的 因為風險太高 對 他們太容易受傷了 像品質上次跟我拍戲 他就這樣炸胸口 然後可能做個什麼動作 腰扭到 那個都是半年以上以上的 喔 半年以上 所以我們真的都是為藝術在犧牲 對 看那個掉薇牙摔下來 那感覺很痛 非常痛 他那時候品質是含著淚 我那時候也只能跟他說 我們再一刻 哇 真的很精采 非常感謝兩位選手 為我們付出這樣好的比賽 誒 成浪 成浪 你才成浪 辛苦了 辛苦了 哇 今天感覺怎麼樣 因為平常在做舞行 或是他們訓練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套招 所以他其實是有規御的 對方左拳右拳來 腿來 你都知道 1 2 3 4拍 5拍 但是像剛剛擂台上面 他是一個不規律 不規則的一個打鬥 感受怎麼樣 很緊張 不知道他到底會出拳 還是出腿 但是還好 我自己是也不太怕 去被打鬥怎麼樣 我個人比較不怕痛 你平常有被打鬥過嗎 就是在跟舞行對練 可能有拳頭或是腳 有吃過比較重的重擊嗎 沒有耶 因為我看他們是蠻保護你的 對 就是其實還是會有點距離 還有他們其實到你附近的時候會受力 所以你不會有像今天這樣比較激烈的碰撞 第一次 這個體驗怎麼樣 就是全力去揍一個人的感覺 滿爽的啊 滿爽的啊 因為他有夠結實 很 有沒有很舒壓 害怕比較多 這事情是這樣 因為沒有被 應該說沒有被拳擊打過 或是被腿這樣用力踢過 你會害怕 你會不知道到底他 承受得了 對 到底多痛 或是他帶給我們什麼傷害 但是像我平常練久之後 拳頭吃得多了 腳吃得多了 其實今天上場我是 比較不會那麼害怕 因為我知道 嗯 我大不了我防守做好 我大不了吃到拳頭就長這樣子 我不要下巴厚到出去 然後這樣打一拳就暈了嘛 然後我發現你的腿法真的是蠻不錯的 給了我非常大的驚喜 有重擊到你身體嗎 我身體吃了好多拳腳 真的 抱歉 再多個幾個回合 我可能就 倒在地上沈過氣了 今天呢除了感謝寶哥哥 還有我們聘智 還有以及他的格鬥教練 武行教練 還有我們的滾滾豬公台主以外 也要非常感謝 KIMBOX借給我們這麼棒的泰拳格鬥場地 來讓我們進行這場漂亮的比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大家想看 誰 哪一個網紅 哪一個YT 來挑戰 格鬥呢 來揍蓋衣 來看我扛不扛得住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那 不要急著關喔 節目的最後 我來讓品質 獻給大家 華麗的 武行套路 今天是不容易 我應該會想看 只能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還好 請問了 阿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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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